澳門歷史城區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成為中國第31處世界遺產 文化局在多個地區舉行讓我們一起歡呼的 聆訊片寄送活動,分享身為成功的喜悅 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說明牌 在全澳多國勢為景點設置 澳門馬祖信族,拿渣信族成功列入第4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港澳化澳化澳化工作正式全面起動 文化局舉辦小小道賞員区分計劃 靖家大公世界遺產青少年教育基地正式揭望 文化遺產,獨戶独態 並祝我們歷史城區身為成功,十五周年加聯合現已開朗